就是说三年经济困难 叫三年自然灾害 现在也认识到了 这不是自然灾害 这是人灾 完全是决策失误造成的人祸 外国人广地叫有计划的挨饿 有计划的挨饿 大饥荒 苏联有大饥荒 中国也有 都是决策失误 有计划挨饿 你说那三年是自然灾害 中国这么大 每年都有自然灾害 那三年并没有明显的自然灾害 你说地震 76年唐山最厉害 难道说那三年有比唐山和汶川更厉害的地震吗 对啊 没有吧 你说是洪水 洪水98年最厉害 98年洪水最厉害 所以那三年 它完全是人灾造成的 人灾造成的保守的估计 现在最保守的估计 活活饿死了2000万人 活活饿死了2000万人 现在有的说法 说是4300万 甭管多少人 就算是2000万 什么概念 2000万人饿死是什么概念 8年抗战 8年抗战是1800万 是吧 你还不能说这1800万全是小日本杀的 就算都是小日本杀的 在战争状态下 1800万 你现在是在和平状态下 活活饿死 就饿死了2000到4000万人 是吧 2000到4000万人 是吧 他这个 这个 呃 就是你现在啊 就比如说咱说这个数字 2000万 国家他既不承认 他也不否认 是吧 因为他没法否认 我查中国人口年间 是吧 你 你查这三年死亡数字是多少 跑去每年的正常死亡数字 那就是什么 非正常死亡 你算都能算得出来 是吧 你算都能算得出来 是吧 所以这三年的话 这个 中国真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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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扼盈鹿啊 是吧 这个 这个 哀鸿遍野啊 真的是这种 这是这种感觉 是吧 就那会儿的 这个 这个 中国人啊 要是能够 比如说你的大街上 捡到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就啃玉米 啃完了粒 那个棒子 没有粒的玉米棒子 我们今天吃白菜 一刀就把这个 那个硬搁的剁去了 要能捡到这个东西 哇 太好了 拿回家剁碎了欧洲 是吧 救活一家了 是吧 我 我的一个 长辈 是吧 就是我听说的 因为我也没见过 这肯定 就是丢了三十斤粮票 就自杀了 是吧 一条人命就值三十斤粮票 是吧 因为那会儿本来就粮食不够吃 你没有粮票 你买不到粮食 对吧 丢了三十斤粮票 哇 那这一家子没法过了 这个月 就得饿死人 那得我承担责任 我丢的 我自杀 是吧 是吧 就是那会儿 真是人命 剑如楼椅 是吧 剑如楼椅 是吧 所以那会儿 河南 能到了什么程度 民兵封锁路口 不让你外出要饭 你要饭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最后的结果 就是整村人全都饿死 是吧 全都饿死 哪朝哪代 是吧 甭管是战争状态和非战争状态 没有像这三年 是吧 就是死这么多人 非常可怕 你们是没有经历过 你父母经历过吗 你父母六一年诞生了吗 没诞生 是吧 回家问你爷爷奶奶 是吧 回家问你爷爷奶奶 问你姥姥姥爷 是吧 他们都有过这种挨饿的这种经历 是吧 那中国人人人腐肿 脸这么胖 那不是真是肉 那是账 腐肿 是吧 那就是死亡的前兆 人一出现腐肿就要死了 是吧 死亡的前兆 一摁一坑 到你一两酒就没问题 是吧 就到那个份 到那个份 就是苏联和中国有这种大饥荒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乌克兰都专门设立了饥荒日 纪念大饥荒 咱们对这事儿就尽量要怎么样 保密 抹杀 不提 这事没了 过去了 过去了 他仍然是伟大领袖 他仍然在天安门躺着 你这个玩意是说不过去的 说不过去的 几千万人饿死 你想想 是吧 这是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希特勒才弄死多少人 是吧 希特勒才弄死多少人